明日上午开棺验尸 棺中有尸 一切好说 棺中无尸 一查到底 岂不痛快 行不尚书开季 惊恶地看着朱远征 心中砰砰直跳 但还是努力保持镇定 一回到行不衙门 他就连忙关上房门 一脸严肃地追问下属 王熙哲和主事杨书正 竟是大狱的死求薛强 到底死了没有 恐怕明天上就瞒不住了 此言一出 犹如晴天霹雳 开机下的六神无主 恨不得要哭 此事虽发生在大狱 但根子在刑部 一旦证实薛强没死 今世大狱铁力完蛋 刑部也再劫难逃 而自己亲自罢官 重则人头落地 违今之计 只有先发之人 把这两名下属请了 却向朱远征请罪 心语有半点生计 然而狡猾的王熙哲 似乎洞穿了这位上司的心思 如果整个刑部接受调查的话 那么牵涉的案子 就恐怕不止薛强案一件了 对王熙哲这么一说 开机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 他很快就恢复平静 这细微的变化 没有逃过王熙哲敏味的眼睛 他仿佛受到了鼓舞 壮着胆子 把自己对开机受贿的猜测 一一向开机挑命 只说到开机的嗓门 渐渐的低了下来 说吧 你们两个想要本官 如何保护你们呢 开机终于妥协了 王熙哲和杨淑珍二人互相对了个眼神 说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阻止开官验尸 请开大人无论如何 也要拿个主意 开机叹了口气 办法他会想的 但是成语不成 听天有命吧 三人之中 杨淑珍的官职最小 胆子也是最小的 一听着丧气话 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一迈进家门 就对夫人哭号道 夫人出大事了 薛强的案子露馅了 明天要开关验尸 完了 全完了 夫人顿时惶恐起来 浑身颤抖 问他怎么办 杨淑珍的眼神 突然变得镇定起来 要夫人马上收拾戏软 带上儿子去河南开封 投奔好友刘太守 千万千万不要回老家 自己则去自首 目标把王熙哲和他 以及刑不干的丑事 毫无保留的抖出来 争取个坦白从款 或许能给家人 换得个免于连错 幸亏王熙哲 拦住了这个猪队友 他送与杨淑珍 以自己一道 把所收的贿赂 送一半给开尸 只要他肯收 一切都还有转机 倘若他不收 就说明他之前的承诺 纯粹是护有人的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自首不迟 让二人惊喜的是 开尸果然收下了 并对阻止皇帝 开关验尸方面 似乎也汹涌成竹 这让他们玄职的心 稍稍放松下来 觉得凭开大人的手段 其死回生也未尝不可 可他们哪里知道 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开尸就悄悄的 安排夫人带上儿子 赶紧去外地夺夺 夫人问他 你不是有办法 使皇帝改变主意吗 开尸摇了摇头 收他们二人的钱 不过是稳住他们 而实际上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拦着皇上 阻止他开关验尸 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没有办法 就是最好的办法 不要乱了针脚 还有希望 开尸明白 谁拦着朱彦彰 谁就得先掉脑袋 搞不好还得 拔起萝卜带出了泥 所以他以静之动 之所以这么沉稳 一是他的性格所致 二是他的手中 还有一张底牌 就看姓薛的 能不能赶回来了 所谓的姓薛的 是指薛强的老爹 薛世民 他富甲义方的彩礼 和翻云覆雨的手段 使得开戒八宝 都压在他的身上 薛强的案子刚出事 他就第一时间派人 去了河北报信 请在外经商的薛世民 务必第一时间赶来 可就在薛世民 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时 佐渡御史韩玉可 带领的御灵金 就已经赶到了墓地 准备开关验尸了 开关验尸的消息 在民间炸开了锅 薛强的墓地 挤满了前来围观的人 不少人指指点点 认为这就是一座空粉 觉得皇帝陛下此举 实在是英明 就在他们伸长了脖子 等着看薛家的笑话时 薛家的老爹薛世民 突然赶到了墓墓前 为何要挖我孩儿墓墓 难道他死后也有罪吗 薛世民的及时出现 让刑部尚处 开机看到了希望 他恨不得立即下令 停止开关验尸 可协查此案的韩逸可 一直没有开口 给开机很大的压力 他只能一本正经的 指责薛家买通玉关 让儿子炸死 薛世民的抗病滴水不漏 当初把儿子从狱中生病 到死后运出的全过程 又给捋了一个遍 并声称有御医 和刑部官吏的核查 难道御医和刑部官吏 就不会收手你的贿赂吗 薛世民心中一惊 开大人故意把话说破 是在演戏给韩大人看 还是想把自己摘干净 他有些吃不准了 经师大狱和刑部的官吏 可都是开大人的下属啊 薛世民这是在 暗示开机唇王痴涵 无论如何不能开关 放肆 你以为开大人会包庇属下吗 韩一壳话中有话 即使警告薛世民 事到如今 不要心存侥幸 指望开大人救你 也是提醒开机 开关验尸势在必行 否则你也有嫌疑 开机有些没底了 他想为薛世民 这棺材里到底 有没有薛强的尸体 但又不能险山漏水 于是使了个暗语 如果你将前后经过如实交代 本官便可下令停止挖掘 小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薛世民态度坚决 眼神里没有丝毫慌乱 开机这下心里有底了 不过薛世民阻拦 让人立即打开棺材 这道命令 可是把一旁的王熙哲 和杨淑中吓个半死 要不是双腿早已不听使唤 早就溜之大吉了 就在他们忐忑不安时 奇迹出现了 虽然棺材盖的锚钉 被一一挖掉 一股难闻的恶臭 袭击了在场的众人 王熙哲和杨淑中二人 本能的想吐 但脑子里却异常兴奋 因为这股恶臭 正是从棺材里散发出来的 一个衣着华丽 身形酷似薛强 但早已腐烂的尸首 呈现在他们面前 薛强真的死了 棺中尸首肯定是他吗 开机得意道 虽然尸体已经腐烂 但经过五座验尸 骨质和年龄和身高 都与薛强相匹配 这个结果来看 当是薛强无疑了 朱炎章疑惑的 看向心腹韩一可 确实如此 那么此事就暂且这样吧 话虽如此 但只要仔细观察 朱炎章的眼神和语气 你就会明白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韩一可又私下汇报 说虽然关中有失 但在挖掘的过程中 行不失狼王熙哲 和主事杨淑正二人 明显是坠坠不安 按照朱炎章以往的风格 肯定是要把这几人 抓起来严刑拷打 直接问个明白 可这会儿 他却想尝尝猫捉老鼠的滋味 可怜的王熙哲他们 还天真的以为 风头总算过去了呢